在俄乌战争开打没多久的时候,我们就曾预言马里乌波尔之战,将载录史册。 原因很简单,马里乌波尔这个地方太重要了,是打通乌东地区与克里尼亚半岛的关键节点。 只要马里乌波尔还在,乌东独立就是空谈,甚至克里尼亚也会受到威胁。 而且位于亚素海港的转运码头,是乌克兰向欧洲最重要的能源以及粮食转运地失去这里。 乌克兰将面临失去最重要筹码的风险。 我们甚至在所有人都看衰,马里乌波尔的时候毫无保留的断言,假如失去马里乌波尔,乌克兰将失去一切。 事实证明,马里乌波尔比我们想象的坚强,为这座城市付出的所有人都尽到了他们最大的努力。 为此,俄罗斯也付出了极大代价。 可以说,假如不是上马了那几个极具争议的非常规武器,马里乌波尔的结局也未必走到现在这一步。 那么,是不是马里乌波尔陷落后,乌克兰就没戏了呢? 目前看来,这么说为时尚早。 一来,乌克兰得到了美国以及欧盟的承诺,接下来将会有天亮的武器源源不断地输入。 二来,是波兰等国的表态也让泽连斯基放下了悬在心头的一颗大石,于是向驻守钢厂的士兵下达了活下去的命令。 假如说,亚素钢厂的存在是为了守住与西方的谈判筹码,那么在得到西方承诺以后,亚素钢厂来至马里乌波尔暂时的陷落就不会将乌克兰人的信心击溃。 是的,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强调信心,只要信心还在,什么困难都不再是困难。 可以预见的是,接下来,在没有了后顾之忧之后,乌克兰将会重拾攻势,新的反击战一触即发。 感谢收看《量子派》和《新潮计划》,我们下期见。